HELLO,我是薛靈六 今天的企劃老师梅教室第二集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? 设计LOGO到底要用PS还是AI呢?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,如果你今天要设计LOGO的话 我个人是会推荐你还是要使用AI比较好哦 为什么?因为你在AI画的任何物件 任何线条,它都是向量档 当你之后这个向量档,你拿去做印刷输出 不管你要放到多大,它都不会有解析度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今天是在PS制作LOGO的话 PS它是点阵图,之后这档案如果你进行放大的话 它会出现马赛克甚至模糊的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设计LOGO的新手的话 我会强烈推荐同学们一定要使用AI这样的软体去设计LOGO哦 那在这里要补充一件事情 所谓向量档是指你在AI叫软体里面 你用它的工具列画出的物件 那些元素才是向量档 不是说你今天在AI里面放入一张JPG JPG就会变成向量档哦 不会哦 好,那今天这个小提醒就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这类型的影片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